局部摄污线癌的手术治疗 通常患者除了会关心是否会漏尿之外 也很关心自己的勃起功能 也就是手术之后会不会变成个阳尾 当然我们要看说呢 摄污线癌它长的一个情况 假如说呢 是密布了整个摄污线 那可能还是要进行相当根植性的一个处理 这时候可能就会因为切除 或者是烧灼了跟勃起相关的神经而导致阳尾 那也是为了一个治疗癌症 但若是个相当早期的社会线癌 我们用海浮刀可以进行所谓的局部治疗 也就是将影像学上或切片所得知的 具有恶性种类的区域进行局部的治疗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保留跟勃起相关的一个神经 所以这些的患者接受局部治疗之后 术后的勃起功能 多半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也大大的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尝尝 Stu 发生 geomet详 一次尝尝